好,大家讨论非常的不热烈 所以我们就一起来看吧 第一题我们上周有提到 夏娃一旦吃了禁果 他第一件事情就是跟着蛇一起去割涌禁树 四四三二之树 然后第二件事情呢 就是去思考说 我新得到的这些关于善恶的知识 要不要跟亚当分享 因为如果我知道他不知道 我就占据优势了 好像一副就是可以控制他一样 所以这个就是我们看到他吃了禁果之后 第一个变化的征兆 开始思考人跟人之间的利害关系了 那当然他最后还是决定跟亚当分享嘛 但这个又是另外一层的讽刺 因为跟亚当分享就是注定让亚当也 也就是沉蒙原罪 所以他跟亚当分享 亚当为什么要接受呢 就是第二题 刚刚跟几个主别讨论 他们有发现亚当给两种理由 一种理由是消极理由 就是吃了也不会怎样 第二种理由是积极理由 就是我不想失去夏娃 如果夏娃要死 我要跟着他一起死 我们来看一下 这个是1992页 靠近后面这边 906行 Me with thee hath ruined 你把自己毁了 也把我也跟着毁了 For with thee certain my resolution is to die 因为我坚决地跟着你一起去死 How can I live without thee? How forego thy sweet converse? 如何放弃跟你的甜美对话? forgo是放弃 And love so dearly joined 怎么可能放弃我们两个之间的爱情? To live again in these wild woods forlorn 怎么可能继续在这个孤独的野蛮 从林中继续生活呢? Forlorn 是孤独的 Should God create another eve? 这边的 should 是如果 如果上帝创造另外一个夏娃 And I another rib afford 我又捐出一只肋骨来变成夏娃的话 Yet 然而 Loss of thee Would never from my heart 失去的你这件事情 会永怀在我心中 这边from 是动词 就是离开的意思 No, no I feel the link of nature draw me 我感受到自然的连结在吸引我 就是说她跟夏娃两个都是同种人类 同一个物种 这个物种叫人类 这边没有要讨论种族问题 Flesh of flesh Bone of my bone thou art 因为你是从我的骨肉塑造而成的 And from thy state Mine never shall be parted bliss or woe 我从后面看 无论是幸福还是悲伤 我的状态 我们反正应该说 对,我的状态永远不会从你的状态分离 所以就是共进共退 共生共死这样子 那如果跳到下一页的 接近我选文 靠近后面959附近 它又重复了一遍 955在那边 So forcible within my heart 在我心中有一股强力 I feel the bond of nature draw me to my own 我感受到自然的连结 Bone可以说是束缚 这边连结可能比较好一点 把我吸引 跟着我一样的物种吸引在一起 My own in thee 我就在你心里 你就在我心里 这种意思 For what thou art is mine 你所是的这个物种 就是我 Our state cannot be severed 我们的状态无法分离 We are one One flesh 同一个肉体 To lose thee were to lose myself 失去你像失去我一样 这个word是仿佛的意思 所以这是它的积极理由 因为它不想失去夏娃 所以刚刚有跟几个组别讨论 就有一组提到说 有这么重要吗 毕竟还是两个不一样的人啊 这样是不是被爱冲昏头啊 后来又想一想 一般来说 我们鼓励就是失恋的人说 你不要看得开啊 下一句讲什么 还有很多人啊 这边好像没有 就只有亚当夏娃 亚当说上帝创造第二个女人 她无法想象 所以这样的失恋情怀 比较可以理解 她唯一认识过的女生 放眼望去唯一看过的 另外一个人只有夏娃 无法想象失去夏娃 会是什么样的存在 至于消极理由 吃的不会怎样 有一部分是听从夏娃 从神转述过来的那一段 就是什么什么 吃的变跟天使一样啊 永生不死啊 什么什么 但是她自己又加上了一小段 找一下 这边 933行 938行 Nor can I think 我也不觉得 that God Creator wise thoes threatening will in earnest so destroy us his prime creatures 我不觉得 虽然上帝一直在要挟我们 但是他会认真的 这样 毁掉我们 他最 崇高 最低顺位的创造物 Dignified so high 他把我们放在万物之上 set over all his works 万物之上 which in our fall for us created needs with us must fail 这些万物 先行持之万物 当我们堕落呢 因为万物为我们而造 所以万物必须也会跟着我们堕落 因为他们等于是扬赖我们 所以如果上帝真的这样做 so God shall uncreate be frustrate do undo and labor lose 如果上帝真的这样做 他就会反创造 他会受困 受挫折应该说 做了 又反悔了 然后浪费他的劳力 not well conceived of God 这样的行为 竟然不是完美上帝 能想象的一个过程 although his power creation could repeat 所以说他有能力 重新创造万物 yet would be loathed us to abolish 但还是会比较不情愿地 把我们毁掉 lest the adversary triumph 以防撒旦 能够宣称自己胜利 然后下面就是讲说 撒旦就会去调侃上帝说 怎么样 就因为我 我就是让两个人吃了一颗果实 然后你就要把万物全毁了吗 那接下来你又要反悔什么样的事情呢 就此类 所以这个是他的消极理由 他不觉得上帝真的会把他们毁 那这题问的是 这两个理由合不合理 我们刚刚讨论他跟夏娃之间的人际关系 那部分还算合理 因为只有一个亚当一个夏娃 但这个部分消极理由 上帝真的会因为毁了人类 然后就毁了所有的万物吗 那我们知道结局 显然是不会吗 他只是把亚当夏娃从伊甸园驱逐出去而已 万物还是万物 所以这部分显然不合理 但其实我们从逻辑 用逻辑检释就知道不合理了 因为你看你亚当是怎么讲的 他把我们放在万物的优先顺序 所以如果我们堕落 万物也必须跟着我们堕落 这样看也不觉得合理啊 一家公司的老板如果就是倒台了 整个公司就垮了吗 不是吗 应该是由副总生为总经理吗 那个美国把恐怖组织首脑炸毁了 恐怖组织就消失了吗 不是吗 后继有人吗 所以这个部分逻辑也不同 可以说是刚刚有一组讲说 这是亚当在侥幸 那另外也可以说 这是亚当在安慰自己 因为他已经有积极理由 不想失去夏娃 他已经决定要吃了 他只好安慰自己 应该不会有事吧 好 下一题 亚当夏娃的内在与外 内在心境与外在行为如何变化 这个很有趣 9-1008 下一页 这个是1994页 好 所以亚当也吃了 然后他们两个都觉得很好吃 继续吃了 吃完之后呢 开始起了变化在这边 As with new wine intoxicated both 两个人像喝了新酒酒醉一样 They swim in mirth 他们开心地 长养在快乐之中 And fancy that they feel divinity within them breeding wings 他们想象 fancy是想象 他们感受到神性 在他们里面 敞开双翅 Or with to scorn the earth 有了这双翅膀 就可以比例万物 比试万物 所以这是第一个变化 开始自傲了 开始骄傲了 再来 That false fruit Far other operation first displayed 就是又有另外一种 影响 Carnal desire enflaming 引起他们的信誉 He on eve began to cast lascivious eyes 他开始 那个 用色色的眼光 看着夏娃 She him as wantonly repaid 他也一样看着亚当 In lust they burn 他们在色域中燃烧着 然后 下一段是亚当在称赞夏娃 果然吃着这静果是好事 你看我们现在怎样怎样怎样 然后亚当抓着夏娃的手 Her hand he seized And to a shady bank 他们走到那个河床边 然后接下来怎样 你们应该就知道了 所以这个是行为上面的反应 然后完事之后呢 Silent And in face confounded long they sat 静静地坐着 脸上带着困惑 不是困惑 Confounded是一种 失落吧 Confound 有一个意思 我们之前 我们上一个单元 读剧本的时候 Confound的意思是下地狱 As struck in mute 像哑巴一样 所以他们色域消退了 清醒了 然后这边亚当开始骂夏娃 O Eve In evil hour Thou didst give ear to that false worm 你果然被了那个 那只蛇给陷害了 为什么呢 因为吃了 然后眼睛 Our eyes opened And we find indeed 我们眼睛 雙眼确实打开了 And find we know both good and evil 确实也了解善恶了 Good lost and evil got 了解善恶同时也发现我们 失去了善得到了恶 然后剥夺了我们的 Innocence Faith Purity 就是什么 纯真信念 那个纯叫什么 真诚什么什么的 就这些好东西都不见了 然后只留下信誉 Concupiscence 看到这边大概就可以了 哦 有了 然后接下来他就 因为这件事情 所以觉得应该要穿一些衣服 所以他们两个就走到树林里面 然后去编一些衣服出来 所以我们看一下 一二五五六 第十卷一二五五六这边 啊好 所以刚刚是吃了晋果立刻反应 接下来上帝又回到伊甸园 然后他万知 他全知全然 他当然知道发生什么事 可是他总是喜欢问人 要人自己承认 这个从旧约开始就有这习惯了 嗯 对 这个是就业的事情没错 对 所以这个就是上帝有的习惯 他喜欢下来问说 比如说那个 施乐园的情节结束之后 就业里面另外有一个故事 是亚当夏娃的两个儿子 一个杀了一个 呃 所以 杀了之后 上帝下来 然后问那个凶手说 你的弟弟呢 他明明知道弟弟被杀了 还是要问 就是要人家承认 所以他这边也是 我们休息一下 回来带你们看 好我们继续来看 我们稍微加速一下 我们现在正在看第三题 吃了经果之后 亚当夏娃内在与外在如何改变 2001页这边 上帝刚从天堂下来 然后只问说 不是叫你们不要吃吗 怎么回事 然后亚当从这边开始 拉哩拉扎 推推 扭扭捏捏 推推脱脱 最后讲出来这一句 This woman whom thou made to be my help 你创造这个女人是 要当作我的助手 来协助我 and gave me as thy perfect gift 把它当作最完美的礼物给我 So good 如此美好 So fit 如此妥当匹配 So acceptable 如此能接受 So divine 如此有神性 That from her hand I could suspect no ill 以至于从她手中的东西 我都不会怀疑有她 And what she did whatever in itself her doing seemed to justify the deed 她所做的一切 只要是她做的 不管什么事情 只要她做 看起来都 拥有正当性 因为是她做的 所以正当 然后非常关键的一个分号 分号前面在讲 夏娃多美好 分号后面呢 She gave me of the tree and I did eat 就是她把禁锅给我 让我吃 所以上帝问亚当 为什么要吃禁锅呢 他最后给的理由 是因为夏娃叫我吃 前面还在讲说什么 跟夏娃出生入死 不能没有她 结果现在全部推到夏娃身上 那上帝当然就刺着她 他说 经文上意思就是说 夏娃是你的神吗 听她的不听我的 是什么意思 然后就气起来了 所以这个也是一个征兆嘛 人们跟夏娃占同一条阵线 但是吃了之后 那个就是两个人起内讧 再来七四三到六八 2014页 这个是上帝 财良的惩罚 给他们说什么 人罪啦 然后赶出伊甸园啦 然后男人必须跟踪 女人必须那个分娩 受苦啊什么 才把他都 讲明了 然后这个时候 亚当居然在开始 埋认上帝 Did I request thee maker from my clay to mold me man 我有请求你 把我从那个泥土 变成人吗 Did I solicit thee from darkness to promote me 我有叫你过来 然后把我静生成人类吗 Or here place me in this delicious garden 我有叫你把我 放在伊甸园里吗 所以基本意思是说 这一切都是你做的啊 你创造我 然后你也把我放在这边 你也让撒旦进来 你也放了那棵树 然后那些果子在那边 你让所有的一切 这样子发生 怎么可以现在来惩罚我呢 这应该是你的问题啊 嗯 然后 我看一下 啊 在这边 他虽然埋怨完了 755行这边 yet to say truth 但说真的 too late I thus contest 我现在辩解为止已晚了 then 在那个时候 should have been refused those terms whatever when they were proposed 我应该当初 一开始跟你谈条件的时候 就拒绝了这些条件 一开始 考虑要不要接受 这个deal的时候 就应该接受了 然后这个道 这个是 他在讲自己 他用第二人称 在称自己 既然那个时候 你接受了 难道 will thou enjoy the good 光享受美好的一部分 then cavil the conditions 而对于 条件本身 代价本身 去抗议 可以这样吗 然后 and though God made thee without thy leave 虽然 上帝没有经你同意 就把你创造了 what if thy son proved disobedient 如果你自己儿子 也变得 不孝顺的话 and reproved retort 开始跟你变嘴 说 这边有一个引号 单引号在这边 Wherefore didst thou beget me I thought it not 开始跟你变说 你干嘛把我生下来 我又没有叫你 把我生下来 Would thou admit for his contempt of thee that proud excuse 这种借口 这种变嘴 你能够接受吗 所以亚当一开始 虽然是埋怨了一番 但是他最后想一想 换位思考一下 觉得说这样子讲 好像也不公平 但是直接想想 他这个逻辑也是 基于全力考量嘛 为了能够管教 自己未来的孩子 他不得不接受 这样的逻辑 矛盾 这也是吃了禁果之后 才会有的思考方式 不管是埋怨也好 或者是最后合理化的方式 两个都是不纯正的思考方式 其实也可以看得到 就是宗教跟父权社会的关系 第四题 原罪的逻辑合不合理 为什么是代代相传 这个在2016页 亚当这边就提出 一样的问题嘛 Why should all mankind for one man's fault thus guiltless be condemned if guiltless 如果一个人真的 本来无罪的话 为什么所有人类 必须要为了 我一个人的罪而受难 所以他这边直接提出 这个问题 然后他接下来就给了一个答案 but from me what can proceed but all corrupt 但从我这边 发端出去的东西 怎么能是不腐烂的呢 both mind and will depraved 心智与意念都堕落的 都是堕落的 not to do only but to will the same with me 无论是行为 to do 还是意念 to will 都跟我一样堕落 所以感觉这个逻辑 就像是下面 我没有选的这段讲的 me me only as the source and spring of all corruption 我是堕落与罪恶的 源头与权源 从我这边流出去的 全部都堕落 感觉 有点抽象 有没有可能 从一个堕落的人头 得出一个 不堕落的东西 从一个腐烂的人头 然后衍生出一个 不腐烂的东西 其实可以啊 那个 最简单的嘛 我们现在去想嘛 坐过牢的人 更生人的孩子 就一定会坐牢吗 不一定嘛 吸毒上瘾的人 孩子就一定会吸毒上瘾吗 也不一定啊 所以感觉这中间 好像有了一个逻辑问题 其实现在 逻辑里面有这样的 fallacy的称谓 叫做genetic fallacy 人头怎么样 不代表后果一样 所以从这个角度来看 单纯逻辑角度来看 原罪这样的逻辑 好像不是很合理 但是如果从 我们如果把原罪的逻辑 放到不同脉络里面 或许 比较能够理解 所以 比如说第一个 他说 我孩子的 我后代的行为跟意念 都是堕落的 行为我们刚刚看了嘛 不一定 那意念呢 人的意念哪来 就是从生长环境而来嘛 一部分是生长环境 另外一部分是基因 生长环境的话 亚当夏娃的孩子 就是出生在 亚当夏娃的家庭里面 两个父母都是堕落之人 然后又是人类第一个家庭 没有其他的就是 人际影响 其实 继续犯错的几率还蛮高的嘛 没有别的外在影响力的话 只有负面影响的话 容易继续犯错 然后再来如果 从基因的角度 当然那个时候没有基因观啦 但是有 叫什么 人性观 我们上周讨论 亚当夏娃分工合作的辩论 仔细分析 夏娃为什么想要单独出去 就是独自一个人去干活呢 没有别的理由 他就是想 所以也许这也是一种 本性的彰显 所以如果结合 现在就是基因观点的话 有这样本性的夏娃 生出来的孩子 或许也会有类似的 冲动 或是偏执 这是一个观点 另外一个观点 我们知道 亚当夏娃遭受的惩罚 除了无法永生 寿命有限以外 另外还必驱逐出去 必须要根农分娩 所以这个也许跟行为有关嘛 如果他们的孩子 生长在一个 每天必须要出去 辛劳工作 才能继续活下去的 一个状态里 而不是在伊甸园 要什么有什么的状态里 想必这两个不同的环境 会塑造两种不同的人类 那传统的神学观 还有第三个观点 这边没有提 但是也稍微跟你们补充一下 我们刚刚看到 亚当夏娃吃了禁果之后 才有了色欲 性欲 那就会有人问 难道说 吃了禁果才能生孩子吗 他们没有性欲的话 怎么繁衍下一代 所以传统神学就给一个解答 叫做 在吃了禁果之前 亚当夏娃还是会行方式 但是他们把这档事情 视为跟什么跑跑玩耍一样的娱乐 没有什么特别的感觉 没有什么特别的思维 所以还是会繁衍 吃了禁果之后 改变是他们的思维跟心智 那既然如此 他们的孩子 就会是在这样的堕落的思维之下 而诞生的 是由 带着原罪的性欲之中 生产出来的孩子 所以也有神学一说是 性欲的堕落思维 本身就是原罪的封印之一 那这些讲法合不合理 你们自己还是可以判断一下 这个跟考试有关 我们等一下马上就看到 好 然后第五题 整首师的过程 跟他最后给的结论 就是稳不稳和 所以我们来看一下结论 12-561 Henceforth 从此之后 I learned that to obey is best 听从是最好的 and love with fear the only God 要爱神 但是也要敬畏神 fear不是怕 是敬畏 to walk as in his presence ever to observe his providence 永远要遵守他提供的命运 and on him soul depend 唯一能扬赖的 只有神 merciful over all his works 他对他所有 创造万物都有 慈悲 心怀 with good still overcoming evil 善定胜恶 and by small accomplishing great things 从小地方做起 可以成就大事 by things deemed weak subverting worldly strong 若者能够 颠覆 世俗的强者 我们挑一行 suffering for truth's sake is fortitude to highest victory 为了真理而受苦 是朝向最终胜利 该有的意志 意志力 坚决的意志力 and to the faithful death the gate of life 对于有信念的人而言 死亡是永生的那个门面 所以这个是他得到一个结论 他这个时候 在跟一个天使在讲话 然后天使听完之后 又加上一些东西 看一下 他说对 你就是你 你学到这个 是最重要的东西 然后只需要加上 only add deeds 实际行为 to thy knowledge answerable 所以除了有这样的理解 顿悟之外 你还有实际行为 什么样的行为呢 faith 信念 virtue 美德 patience 是容忍心 temperance 恒常心 或是你可以说中庸 add love 要有爱 by name to come called charity 未来 后世会把这样的爱 视为慈悲 charity 而这个 charity 慈悲心 is the soul of all the rest is 所有一切美德的灵魂 最重要的这个 then will thou not be loath to leave this paradise 如果以上都做到的话 你就不会 带着不情愿的心里 离开这个乐园 but shall possess a paradise within the happier far 因为你心中 就会拥有 更美好的乐园 这样的结论 好像跟第一卷 那个撒旦 给自己士兵 鼓舞士气的讲法 刚好对称嘛 撒旦说 管他什么 打败仗 失败什么 我心里觉得 这个是天堂 这就是天堂 那这边讲说 那所以撒旦 是靠自己的力量 自己的心 但是在这边 天使跟亚当说的是 你只要信奉神 然后做了这些 神叫你做的 这些好事情 那无论你到哪里 心中都带着天堂 跟着你一起去 所以刚好是一个对照 好 所以 讲这么多 感觉好像就是要听神的 然后要做善事 然后心里要有爱 这首诗的发展 可以看出这样的结论吗 我总觉得好像到了第 第十或甚至第十一卷之前 都看不出来 因为亚当夏娃 就是听从上帝 冥冥之中的安排 然后才会堕落 然后遭受这样的痛苦 什么什么 只有到最后最后 我们跳过一个部分 没有选 就是神有说明说 未来你某一个后代 会遇到一个人叫耶稣 是我的儿子 然后他会来给你救赎 所以你们最后大家都可以死后进天堂 到了那个点之后 才感觉到 原来就是上帝没有陷害人类 所以 就是这样的结论 我自己觉得好像有点小小硬掰出来的 觉得好像就是十二分之十一都觉得很烂 然后到最后就是第十二卷 突然就是掰一个好的结尾出来 但这个在神学上也有一个观点 叫做幸运的堕落 意思就是说 如果人类没有堕落的话 他就没有救赎的机会 救赎如果是所有万物里面 最美好的一件事情的话 那要经过堕落 才能享受这样的美好 那 这个说法你们信不信就有你们自己了 神学有很多东西都是瞎掰的 OK 所以今天这五个题目有要提问吗 好 没有的话 我先讲解一下下一个单元 然后再给你们看其中考卷 下一个单元我们要看 曾奥斯丁的小说 劝导 Persuasion 我发一下讲义 我们讲义分 两份 它总共二十四卷 所以一份 不是卷啦 二十四章 所以一份有十二章 好 我先讲一下那个 时代背景跟作者介绍 然后我稍微带你们看一两个语言的特点 Jane Austin 19世纪英国这个小说家 被誉为英文现代小说的起始 等一下会讲原因是什么 跟技巧相关 我们读他的作品 要了解他的个人背景 他算是上流社会人士 他是皇族人亲 就是所谓的贵族 19世纪那个时候 欧洲正在经历拿破仑系列战争 拿破仑是1789年 法国大革命之后的产物 然后就是打仗跑来跑去 最后1815年在滑铁炉之战才被打败 所以整个19世纪前十几年都是 英国都算是隔岸关火吧 英国有派出军队去 滑铁炉也有英国威林顿海将的参与 但是战火一直没有到英国的本地 顶多是英国的海军有参战 所以不像欧洲那样子风火连天 他只是稍微有一种隔岸的担忧感 但这一直是那个时代的背景的隐忧 那贵族的生活相信你们应该有一些刻板印象 就是感觉好像就是成天就是什么喝茶 然后聊天打牌什么的 其实不远 他们贵族生活里面最重要的一个概念是 跟国王或女王的距离远近 他们最看重的一个东西叫做社会地位 所以那个亲戚关系离国王跟女王越近的人越有权利 然后大家就会争相去认识这些人 结交人脉 希望能够得到一些好处 所以曾奥斯汀笔下的人物就是这样的人物 他最知名的小说傲慢与偏见 也是他的第一本小说 所以我自己觉得不算成熟之作 我也就没选了 第二最有名的小说是理性与感性 Sense and Sensibility 蛮好看的 但是语法太难了 所以我选的是他最后一本小说 Persuasion 劝导 这本小说是他过世后才出版 Jane Austen 1817年过世 所以这本小说大概是1815 1816年写成 这本小说是最有现代文学特色的 就是人物比较鲜明 然后情节比较写实 但当然还不是完全写实 因为他那个时候 现在小时候还没完全成熟 这故事在讲的内容呢 就是有一个贵族家庭 叫Elliott家庭 埃略特 然后故事主角是他们的 没记错的话 应该是长女 我也许记错了 这种事情我永远记错 叫做Anne 中文翻成Annie 这个家庭里人全部都是 要么笨蛋要么肤浅 只有Anne是一个好人 偏偏你也知道 好人在很烂的情况之下 常常被忽视 所以Anne就是常常被忽视的 那个女儿 他们一家有三女 除了Anne之外呢 长女是Elizabeth 对Anne是第二个女儿 所以长女是Elizabeth 因为太孤傲 所以嫁不出去 然后小女是Mary嫁出去的 但是嫁得不是非常好 不是嫁给贵族 是嫁给有钱的中产阶级 如果你没有贵族亲戚的 那个社会地位的话 退而求其次的 就是要嫁给有钱人 如果一个人又没有名 又没有钱 基本上在Janney Austin的世界里面 就等于是垃圾 所以Mary就 也是带着一个 骄傲的心里 觉得说有下嫁的感觉 然后一直有点不服 然后就剩下中间女儿Anne 最好的人 但是嫁不出 但是一直没有嫁 为什么没有嫁呢 年轻的时候 有爱上一个海匠 叫做Wentworth 但是因为当时 两个人都很年轻 海匠还没有民生 也没有在海战中 俘虏过敌贱 抢过人家的钱财 所以又没有民生 又没有钱 当时家庭 Anne的家庭就反对这桩婚姻 所以最后Anne就被劝导 要不要嫁给人家 然后她就听了 然后一直反悔中 一直处在失恋的状态中 直到十年之后 因缘忌讳之下 Wentworth又出现了 然后故事就是在讲 他们两个人之间 重新认识的这一段过程 好 我们 其中考后第十周上课 就是要看这个故事的电影 电影改变还算忠实 当然不是板转一样的 因为电影 但是还算可以接受 下一次上课在11702教室 因为这间教室被借走了 所以记得要去七楼 我们来看一下几个语言的特色 要留意 第一个是间接引述 跟直接引述的差别 我刚刚临时找不到例子 我就直接用讲的 通常 如果我要讲说 那个人讲了什么 我会说 He said that He wanted to do something 都是用He 第三人称 但是如果我加引号的话 我就变成说 He said I want to do something Jane Austin 很多时候会把这两个混用 他会说 He said 引号 He wanted to do something 所以出现这种状况的时候 就是不要太困惑 你要想说 也许他只是 他是讲同一个人 只是人称用错了 那个时候 那个时候间接引述跟直接引述 还没有完全划清 划分开来 甚至有人说是Jane Austin 才开始有这种划清 这两种视角的分野 有时候他却用对了 就是引号里面 然后人称有变 有时候用错 所以自己小心一点 好 再来 在看的时候会觉得说 这蛮像现代英文的 但是有些单字还是要留意 我找一下 比如说 没有搜寻的好了 刚刚有看到 现在找不到 Consequence这个字 不是后果 She had a value for rank and consequence 这句话要这样解释 他对于人的 先后顺序的那种 排顺序的地位 跟社会分量 很有鉴赏力 翻成白话完就是 She could evaluate someone's importance and social status 所以有些单字 还是要稍微就是小心一点 然后第三个要讲的是 这个时期的英文 很喜欢用关带 所以有时候先行词 要抓一下 然后第四个要讲的是 Jane Austin的写法 很喜欢用比较的 比如说这句 这个是第四页 Few women could think more of their personal appearance than he did 这个he是Sir Walter 是Ann的父亲 Few women could think more of their personal appearance than he did 按照现在英文的解释 会变成说 鲜少有女人 对自己的外观 的评价 会比他给的评价还要高 但这个不是这句的意思 这个意思是 女人给自己外在的评价 和Sir Walter给他自己外在的评价 Sir Walter觉得自己的帅气程度 胜过大部分女人觉得自己美貌的程度 这样讲你听懂吗 就是他虽然是用比较句型 可是他比较两个东西没有关系 他是比较这两个不一样的东西的程度之分 有听懂举手 好 我们可以把这句展开 Few women could think more of their personal appearance than he thought of his own appearance 所以如果比较一般女人对自己外在的评价 以及Sir Walter对他自己外在的评价 Sir Walter对他自己外在的评价 高过于大部分女人对自己外在的评价 他们评价的东西不一样 并不是女人跟Sir Walter在评价同一个人的外在 是他们分别评价自己的外在 然后这句是说Sir Walter对自己的看法 高过一般女人对自己的看法 好了你们回去稍微琢磨一下 有不少句型都是用这样的比较方式 所以这个要摸手 好所以 下次上课看电影 然后再下一次请看前四张 你会觉得说 什么前四张这会不会太多 但你们仔细看 第一张有多长 一张纸 然后第二张纸就已经进入第二张 然后再下一张纸就进入第三张了 所以其实没有很多 所以下次看电影 在702 然后再下一次请看前四张 然后again再提醒一次 在阅读的时候 你可以边阅读边写笔记 帮你自己记得刚刚读了什么东西 也可以用我这边已经 PO上来的讨论题目 去导引自己的阅读方向 看能不能有对于理解有帮助 好这样有要提问吗 劝导这本小说 我们图书馆有中文版 所以要看的话要用抢的 我们班上好像五十几六十个人 然后只有两本 好那我们来看期中考 期中考期末考考试规定都一样 我带你们看一下 请遵守考试规定 如果不遵守考试规定的话 你们70分数只有20分 也就是50% 满分40分 但如果抄袭的话就是零分 好所以几个规定 The exams have deadlines but no timers 这是一个带回家写的 线上升论题 期限是下周五半夜前 那这句子提醒你说 你不用担心说 开始写之后会不会设时间限制 没有时间限制 不管你什么时候开始 全部都是下周五半夜前结束 Your answer must be in English You can write your answer elsewhere and copy paste it into Moodle 所以你不一定全部都要在Moodle上面写 如果你怕断网啊 没有存档啊什么 你可以在别的地方写 写完之后复制贴上进去 没关系 你只要答案有出现在Moodle 我可以评分这样就可以了 You can submit as many answers as you want and I will give you the highest grade 所以比如说 如果你答案送出去了 然后你去洗澡 你知道洗澡常常东想西想 如果你突然想到 诶我忘了讲什么 或是诶我那个东西搞错了 你可以洗完澡之后慢慢回来 然后再送一次答案 我那边呢 每一个答案我都看得到 我就会选我觉得最好的答案 给你分数 The exams are open book 开放题目 所以首先题目本身没有标准答案 它是开放式题目 然后再来就是你可以用任何的资源 You may use any resource except other people but you can ask me questions using email 或是其他方式来问我问题 所以你可以查书 你可以跑图书馆 你可以上网 你可以 如果你找到什么YouTube影片的话也可以 你唯一 你也可以写信问我 或是用teams问我 或是在路上读我 把我抓住问我 你唯一不能做的就是跟其他人讨论 包含去线上论坛破问题也不行 那也算是一种讨论 好 但是你在回答的过程中 You must give specific evidence from the assigned text 回答过程中 请不要只是泛泛而谈 你必须要提供确切的证据 我等一下会再提醒一遍 而当你提供这个证据的时候 你也必须要提供证据的出处 page and line numbers in parentheses next to each piece of evidence 所以比如说你提到情节里面 一个细节 你要在后面开个括号 跟我讲第几页第几行 然后再把括号关起来 请不要全部丢到最下面 我要看到出处放在证据的旁边 好 这考试设计是你不想查资料 可以不要查 应该也答得出来 那如果你想查资料 然后你有放到答案里面的话 所以这就跟引用指定读物一样 如果你在答案里面引用其他地方找到的资讯 请在该笔资讯隔壁开括号 告诉我出处在哪 有网址的话给网址 有页码的话给页码 有时间戳记的话 给一个大约时间戳记 影片的话 因为如果你引用你的答案里面 有用到人家的文字或是想法概念 然后你不跟我讲这是人家的 你把它当作自己的 这就是抄袭 抄袭被我发现 整个答案就是零分 所以不只是重要的地方哦 This includes even the smallest things 如果你答案的引言 我发现是抄的 一样全部零分 所以不要抄 我建议你们其实可以先写一个抄稿 努力做答案 然后真的找不到你要的答案 你再去上网查或是怎样的 这样比较容易避免抄袭 如果你先全部查好了 开始写 你可能会忘记引用 对自己很不利 判断标准是 If I can tell where you copied from then it's plagiarism 被我抓就是算数 如果对抄袭概念不是很熟的话 这边有一篇中文的文章 可以回去读读看 好 然后我知道不是每个人 都有生论题的 写生论题的经验 所以我这边提供了一些 其他课程 其他文本 其他题目的范例答案 所以这边找不到你要的答案 但是你可以看到作答格式 给你们参考 有一些是我写的 有一些是同学写的 我选出来的优良答案 所以格式不是一模一样 但这种引用资讯的方式 然后就是利润的框架 应该差不多 其中考连结在这边 从打中开始 然后到下周五半夜前结束 考试规定有要提问吗 好 没有的话我们来看题目 好 没有的话我们来看题目 或者是用编号一二三四 或者是一句一段 不要 请写一篇文章 超过一段的文章 to answer one of the following sets of questions 所以一跟二 选一题作答即可 one consider the positive and negative effects of the incestuous relationship in Tis Pity She's a Whore do you think the relationship is worth it if yes why if no why not 所以去衡量一下 这故事里面 乱伦关系造成的好跟不好的结果 你们觉得权衡之下 这段关系值得去支持吗 值得的话为什么 不值得的话为什么不 Question 2 Consider the doctrine of original sin from Satan's rebellion to the exile from paradise as presented in Paradise Lost Do you think this doctrine makes sense if yes why if no why not 所以这一题在问原罪 但是这一题提干 有特别说明原罪的范畴 是从撒旦的叛变开始算 一直到从伊甸园驱逐出去 结束 这一段造就的原罪 造就原罪的这一段逻辑 你们觉得合不合理 然后合理为什么不合理为什么不 我们刚刚课堂上讨论的只有五六行 这边是要你考虑整个过程 从头到尾造成错误的整个过程 然后再来 for either question 不管你选哪一题 give examples from at least four different points in the assigned textual selections to support your answer 所以不只是要举出四个例子 至少四个例子 要从文本里面 至少四个不同地方举例 如果你四个例子 都是同一页的不同行数的话 那算是一个例子 好 那既然没有标准答案 评分标准怎么评呢 就是在看这一句 你如何使用例子来佐证你的答案 所以你的至少四个例子都必须要佐证你的答案 如果没有佐证到的话 我就不算进去 满分四十分 就是百分之百 如果只有三个有效例子 那就是三十六分 九十 然后再往下就是三十二分 二十八分 二十四分 几个 百分之六十 所以你只要有按照考试规定作答 至少会有百分之六十 但是如果你 比如说不是用英文作答 或是如果你完全没有举例 或是你举例 但是没有给出处 的话 你的分数会从五十分开始 从二十分开始 就是百分之五十 因为那个部分就是考试规定的部分 好 然后你往下看的话 你会发现这个框框有点大 但是请不要担心 这个是个无理洞 你把它填满之后 它只会继续生长 所以你不要想着填满 这个只是鼓励你尽量给一个完整答案 然后就是作答完之后 记得要送出之后 要确定送出 之前有遇到学生说 老师我有送出啊 然后发现他只是 就是按的时候关太快了 好 所以这样的考试有要提问吗 选一题作答即可 如果你两题都作答的话 我只会评一题 所以不用浪费时间 好 今天剩下的时间 让你们去思考这问题 记得彼此间不要讨论 如果你有问题要问我 可以来前面问 要拿旧的讲义 或是新的讲义都可以来拿 如果没有人要拿旧的讲义 我就要丢掉了 然后记得来前面签到 考试加油 感谢观看